新竹县卫生局日前抽验了 禁副食品行的冷冻原胃供丸 结果验出来是含有超标的抗生素 卫生局人员表示呢 以体重60公斤的人来说 吃4颗抗生素就超标了 轻则呢会引起蕴麻疹或者是皮肤疹 喉咙部位呢会有水肿这些过敏的反应 而严重的话呢会影响肾功能 导致抽搐这些神经病变的症状 来到新竹这间供丸工厂 大门深锁被卫福部查出 含有有毒本清霉素之后 业者坚持不露面 只愿意透过对讲机回应 那你现在请负责人回来好不好 我们就在门口等他 我打电话好不好 因为你们有跟卫生局提到 这个源头是从云林进来的嘛 肉品的源头 我跟卫生局联络好之后 我打电话给你 你可以电话给我吗 新竹卫生局抽烟禁副食品 生产的冷冻原味供丸 被查出供丸内含有本清霉素超标六倍 因为六十公斤成年人 只要吃下四颗 轻则引发蕁麻疹 皮肤疹或者喉咙水肿等症状 严重的话 肾功能就会失调 不排除会有抽搐 神经病变的症状 但令人担忧的是 又大又圆 大约七百二十公斤的贡丸 已经统统被吃下肚 卫生局表示 禁负的贡丸 主要都流入小吃店和火锅店 过去每年都通过检验 今年却检验有毒 怀疑上游肉品公司 有农药残留的问题 源头的猪资来源是属于云林的 我们也是当天 就移送给云林县卫生局 做一个源头上一个查核 目前禁服的贡丸 已经全数下架 经过卫生局往上游追查 追溯到猪肉来源是云林县农户 初步怀疑农户停药期间不够 导致残留 云林县卫生局 也将依法开罚三万至三百万元 记者洪宏奇阿布斯 新竹采访报道 新竹采访报道